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虽然龙琴穿的简单的T恤,李嘉依然能够感觉到他胸前的波涛汹涌,一如从前 在大学那会儿,身材较好的龙琴是许多男生眼中的游物 相比之下,李嘉高挑轻松,模样秀丽 当他和龙琴走在校园的小路时,就像是两道味道不同的菜 一道火辣诱人,一味清爽宜人 李嘉和龙琴在大学住一个宿舍,关系好的像连体鹰一样 总喜欢做一样的发型,用同一个款式的包包 大学毕业后,颇多追求者的龙琴选了其中一个家境还不错的男生 跟着他去了南方的一座城市 而李嘉的家在学校当地,家里也算是书香门第世家 李嘉毕业以后,得到了许多富二代家族的青睐 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嫁给了家境优越的中韩 那时候,微信还没那么流行 李嘉和龙琴这对闺蜜分到扬镳之后,联系就渐渐减少了 李嘉没想到,龙琴竟然会再次回到这座北方城市 还这么巧在餐厅偶遇 再次见面,两个女人仿佛变回了当年的小女生 叽叽喳喳地,在回忆着那些年 龙琴笑李嘉,当时说要找一个一米八的大个子 当理想型的老公,没想到梦想成真了 说完,龙琴颇感兴趣地看了一眼帅气高大的钟韩 李嘉问起他为什么回来 龙琴苦笑,当年索托飞人,跟了一个复兴的男人 现在来到这座城市,打算跟新的男朋友重新开始 李嘉拍拍他的手,表示过去的别再想了 让他如烟随风而去吧 两个好闺蜜重逢后,李嘉经常接到龙琴的电话 约他去逛街吃饭 一天,龙琴和李嘉正在看完电影出来 看到天正在下雨,碰巧钟韩的电话打了过来 李嘉便让他开车来接 当钟韩开着他那辆价值50万的SUV 出现在电影院的停车场时 龙琴的神色变得有些暗淡 李嘉刚打开副驾驶的门 龙琴突然说有点晕车 前面位置的视野比较好 他想坐前面 李嘉爽快地答应了 镜子走到了后座打开门 而龙琴坐在副驾驶后 四处打亮着车内的空间 不注意地称赞 还是这个位置舒服 一路上龙琴妙语莲珠讲了几个笑话 连平时一副高冷模样的钟韩 也被他逗笑了 看着丈夫和闺蜜 在前面说笑不停 独自坐在后面的林嘉 心里有些奇妙的滋味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快要进入梦乡的李嘉 突然接到龙琴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龙琴哭得极为凄惨 说男朋友家暴了自己 他提出分手 对方就把他和行李一起扔出了家门 李嘉推醒了钟韩 让他陪自己去看看龙琴 在一个小区的门口 他们见到了瑟瑟发抖的龙琴 李嘉一走过去 龙琴赶紧抱解了他 说自己再也无家可归 李嘉看到龙琴的脸上 有着几道巴掌印 李嘉不忍心地帮他擦干了眼泪 让龙琴跟他回家 当天晚上龙琴到了李嘉的家 并在客房住了下来 第二天刚好是周末 龙琴从舒适柔软的欧式大床醒来 看着满屋奢华的装修 眼神里楼露出不少的羡慕 李嘉说龙琴没有带衣服过来 便让他自己去自己的衣帽间 挑一件喜欢的 等李嘉把早饭做好 到房间找龙琴时 发现衣柜里的衣服全部被拿了出来 镜子前面的龙琴已经把每件衣服都试穿了一遍 那刻李嘉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到了商场的试衣间 龙琴调皮咧嘴一笑 鬼子进村把你吓坏了吧 李嘉丝毫不介意 在大学的时候龙琴的家境不好 连护肤品都经常买不起 家境还不错的李嘉经常把自己的高档护肤品分给他用 李嘉还把化妆工具拿出来 把龙琴拉到梳妆台前 帮他好好打理出一个面若桃花的妆容 龙琴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自己 粉嫩的腮红打在饱满的双颊 正好把左板的巴掌印给盖住了 像个半熟的水蜜桃一样诱人 陈运回来吃早餐的中寒 看到此刻穿着雪房纱裙 妆容妩媚的龙琴 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晚上龙琴穿上了李嘉最性感的那条睡裙 走出浴室 过瘾若现的童体慢慢地路过了中寒 打开门的书房 李嘉正在衣帽间收拾 看到刚走进来的龙琴吓了一跳 龙琴称怪李嘉的口味变了 睡衣每一件都那么性感 让他连走出客厅都不好意思 李嘉随手在衣柜里翻出了一套纯棉的睡衣 递给了他 龙琴连忙道歉 说自己洗澡前拿衣服的时候 没有看到保守的 光顾着看挂在衣橱里的真丝睡衣了 龙琴换好衣服后 就跟李嘉一起回客房聊天 说起以前一起笑一起闹 一起被追 一起学习的时光真的非常美好 倒是中寒 在书房里一直没有出来过 临睡前 李嘉告诉龙琴 公司正好派他出差 可能要一周才能回来 李嘉收拾行李时对林琴说 他不在家的时候 希望龙琴能帮忙照顾一下中寒 他很少做家务 连饭都不会煮的 龙琴说 放心吧 我会帮你把你家先生照顾好的 李嘉笑了 叮嘱他早点休息 便回房间了 很快李嘉的出差结束了 比原计划早了一天 他坐了最晚的一班飞机 抵达机场已是半夜 他拖着行李 打车回到了家 为了不惊动正在睡觉的人 李嘉轻省轻脚地开了门 借着手机的灯光 走到了房间门口 房门 没有光好 李嘉把手放在门板上 他轻轻地推开门缝 见到地上散落着 他那件几乎全透明的性感内衣 而床上的两人正在颠乱捣缝 李嘉把门推开 打开了房间的灯 床上的两人被吓得停止了动作 李嘉用手机立即拍了几张照片 掉头就走 完全无视床上的两人 同时喊着自己的名字 不管中喊打了多少个电话给李嘉 回到娘家的他都没有接 直到龙琴的信息发了过来 约他在昔日学校旁的这个龙饮店见面 李嘉终于出现了 坐在龙琴对面冷笑他 真是说到做到啊 把中喊都照顾到床上了 龙琴开门见山地说 小家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你从小就过得很幸福 拥有好的父母 好的家境 好的婚姻 跟你对比之下 我什么都没有 我的家境贫寒 遇上的也是渣男 李嘉狠狠地问他 难道因为自己拥有太多 所需每件东西都想抢吗 抢不到就想毁掉 龙琴的脸色变了 忍不住把心中多年的愤恨 意图为快 在学校四年 不管他怎么努力 班上考第一的永远是李嘉 后来 好不容易 他叛上了一个富二代 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 谁知 却被人骗了好几年青春 等他回过头来看 李嘉又嫁入喉门 把两人的差距远远拉大 龙琴不甘地发问 为什么好东西 全部都烙在李嘉的头上 嫉妒让闺蜜 瞎了双眼 失了理智 对这样的独闺蜜而言 只要对方过得比他好 他会因为内心的疯狂嫉妒 做出可怕的事情 李嘉问眼前这个 曾经无比亲密的闺蜜 到底想要什么 龙琴说 你跟钟寒离婚吧 我知道你有洁癖 别人碰过的男人 你都不愿意再碰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 比钟寒条件更好的男人了 不如让给我吧 李嘉笑了 你说得对 我是有洁癖的 自从我老公第一次出轨之后 我就再也不让他碰了 龙琴刚松了一口气 李嘉的话就追到了耳旁 李嘉冷笑 钟寒看起来高冷 其实藏着许多花花肠子 她在外面捏花捏草 染病回来了 公公婆婆呢 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为了维持家族的面子 不让李嘉离婚 夫妻两人早就分开睡了 没有新生活很久了 李嘉看着龙琴的脸色 逐渐变得苍白 她继续感谢好闺蜜 提供了最新鲜火辣的出轨证据 让她得以提供给双方父母 名正言顺的离婚 至于龙琴的性病 值不值得了 还是个未知数 龙琴愣了 大骂李嘉恶毒 居然制造机会 让钟寒靠近自己 并问她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 李嘉展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笑龙琴还敢自称是好闺蜜 当年她做了什么事情 难道心里没点底儿吗 龙琴在大学作案日记 没想到会掉在柜子底下 她被另一个摄友 找项链石捡到了 把这本日记记给了李嘉 李嘉咬牙切齿地盯着龙琴 你把我当作可怜的傻子 往我的牙刷喷沙虫记 偷偷找人勾引我前男友 让我分手 装装件件都是事实吧 龙琴的回忆被打翻了 她立即想起当年那本日记 抒发着当年对命运不公的叹息 对李嘉幸福的嫉妒 以及曾经做过报复李嘉的种种事情 难怪毕业后再也找不到那本日记 原来是丢在了以前的大学宿舍里 李嘉解恨地说 龙琴出现在她眼前 她就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以龙琴的个性 一定会想抢她的东西 就算抢不到也要破坏 所以她故意制造机会 让龙琴和钟晗 有更多的单独的相处的机会 龙琴的身材是钟晗喜欢的类型 钟晗的钱也是龙琴 毕生仰貌的东西 两人可以互取所需 李嘉还在房间里偷偷安装了摄像头 即使没有赶回来拍床照 也有一部不错的激情片 可以当作离婚的筹码了 意图为快的李嘉 潇洒地走在了校园的角落 当年懵懂的她被龙琴陷害多次 如今她以彼之道还彼之身 也算是完成了报复 她还多亏了龙琴的激情表演 掌握老公出轨的证据 可以离婚 还能分掉一大部分财产 只是回想起那段轻松岁月 李嘉觉得很唏嘘 这世上有两样东西是让人无法直视的 一是太阳 二是闺蜜狠毒的心 批的闺蜜面纱的假朋友 防不胜防 多少闺蜜已有意之名 行不轨之事 幸亏 真相总有被揭露的一天 让过去的委屈 没有白白承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华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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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说明里的观估您的观估您的观估您是否考虑